健康最重要 但是谁在24小时之内死了5次呢 就是这一个63色的香港演员罗勒林 因为在4月6号到7号所播出的戏剧当中 24小时内他连续死了5次 44小时总共的死了6次 创下了香港电视史的记录 甚至还包括了法新社等15个国家 真相来报道 在戏里饰演武功高强的莫师傅 他是香港演员罗勒林 现在被称为香港死神 还红遍国际 因为他在两天内播出的6部戏中 独独阿厚都死了 从4月6号晚上8点半 他演的朱元璋因病驾风 一个小时候在别的戏中吐血而亡 接着4月7号早上11点多 在布衣神像里再度吐血身亡 12点多在时代剧中过世 最后在4月8号饰演的祝剑宗师 也因为跳入火炉中祝宝剑而说拜拜了 一天内连续死了5次 44小时中共被刺死6次 创下香港电视史记录 这样的特殊事迹让他被法新社 美国 英国 澳洲 意大利等15国真相报导 意外成为国际娱乐新闻的焦点人物 还有香港死神的封号 今年63岁的罗勒林 曾在知名港剧大时代中演活古神叶天 但一直都是二线演员 这回靠死意外爆红 连他自己都说不可思议 中天新闻台北众口报道